暗犯丫头 报告宣太爷 暗犯红 红 红什么 他自称红 红女 好啊 来昆山县当大爷了 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 给我押上来 是 进去 这身打扮 来昆山县拜堂来了 先叫他跪下 姓红的 给我跪下 这样的刁念 必须让他跪下说话 听见没有 给我跪下听谁 本人只跪天地父母 岂可给你下跪啊 给我打 敢 这声怎么这么像皇上啊 怎么还不上啊 他 他 他身手不凡 两个不行 给我带上两个 把他捆上 给我打 是 还不赶快跪下 你 你快给我跪下 难道非要用大刑吗 我让你跪下 我让你跪下 你刚才说什么 我让你跪下 我让你跪下 李爱乔 怎么是你啊 皇上 皇上 老臣不知道皇上驾到 臣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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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是来捞 捞 捞什么呀 呃 捞捞 捞您大驾 臣见驾 无妨万岁万万岁 哼 衙医们都退下 李爱卿 臣在 你还是赶紧去当 你征召秀女的钦差吧 就别在这儿瞎掺和了 遵致 皇上 这征召一千二百名秀女 朕就知道 你这一直心里边 有话揣着要说 讲吧 皇上啊 中土战乱已久 大明出力 百姓正是需要修养生息 这个正常的男婚女家 以求阴阳平和 这拉郎配 这不是皇上想看到的 充实后宫 须细水长流啊 那你的意思是 这一千二百名秀女 皇上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啊 没让你说话 把你的嘴闭上 那这一千二百名秀女 一个都不能招吗 臣不敢 臣只是说 多了 那就行 减半 六百名 还多 多 你这是讨价还价来了 那好 那再解一半 三百名 皇上 不能再少了 不能再少了呀 不能再少了 臣领旨 不能再少了 就三百名 臣谢主龙恩 起来吧 接皇上 刘爱卿 看你今天这架势 这江南巡抚 是正式要上任了 回禀皇上 臣已经送了文书 给苏州之府赵林 让他火速赶到昆山 协助臣审理 道劫关银一案 封堂 臣在 宜交 本案的卷宗 协助江南巡抚 迅速破案 臣遵旨 刘大人 这是有关 昆山道银案的卷宗 站在一旁 是 赵大人 赵大人 苏州之府赵大人到 刘大人 卑职来迟 不迟不迟 这么说 刘大人认为不迟 确实不迟啊 迟早的事儿嘛 赵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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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职先来一步了 落驾 皇上驾到 你怎么来了 不是朕让你去忙选秀之事吗 如此大爱 皇上亲自观审 臣作为一国之相 怎么能不赔嫁呢 吾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钟爱卿平身吧 谢皇师长 谢皇师长 来人 给李丞相添把椅子 不用了 就让李爱卿 站在朕的身旁就可以了 是 升堂 为吾 一千六百两官银被劫一案 案发已久 其中谜团重重 有横生之劫 此案 经久未破 惊动朝野 皇上命我为江南巡抚 专职审查此案 来人 传原告王吕上堂 传王吕上堂 臣叩见皇上 平身吧 谢皇上 见过刘大人 原告 报上姓名 在下王吕 三横一束王 吕是不吕的吕 简单的说 吕就是鞋子 我来问你 你凭什么到苏州府 去状告冯堂 回刘大人 冯堂在我手里 花五十两银子 买了一幅画 什么画 傅春山居图 好画 好画 老夫开眼了 开眼了 如此末朴 下官不敢收藏漏室 你的意思是 只有丞相才配收藏司徒 我发现冯堂给我的银子上 刻有银匠尤十一的名字 正是官府缉拿文告上 所标示的官银 你当堂把那个银定 呈送给苏州之府赵大人了 我当堂就呈给他了 赵大人是如何宣判 赵大人当堂并未宣判 也未当停传冯堂对证 而是收了银子说 留作证据就休庭了 嗯 我再问你 那你又是如何成了苏州府 和昆山县 集拿的罪犯呢 那 那就得问赵大人和冯大人吧 我回去仔细审视 元宝银匠的名字 并非游十一 而是游十三 我说你看错了吧 他坚持说 绝未看错 坚持要告到底 他四处散步 不识证词 诬告本官 本官是朝廷命官 一身清白弃容玷污 所以这才把他以诬告罪论处 刘大人 被执切到你的文书 你将内定银子还给王吕了 王吕那定银子你可曾带了 带来了 承上来 拿过来 让朕看看 是游十三 皇上慧也正是游十三 嗯 接着审吧 是 赵大人 你为什么不当堂传唤冯堂验证 冯大人在昆山 本堂在苏州 卑职原响第二天赴审时 宣冯大人赴苏州验证 对啊 我接到赵大人的传唤 当第二天赶到苏州府时 才知道是王吕认错了 误会 误会啊 绝无误会 游十一三个字我看的是真真切切 来人 传证人游十一上堂 传游十一上堂 好 草民叩见皇上 平身吧 谢皇上 见过刘大人 游十一吗 小人正是游十一 特意从应天城来昆山作证 嗯 你拿去看看 看看这顶银子是否是你亲手所致 是 嗯 禀大人 这顶银子 是小人所造 又非小人所造 此话怎讲啊 大人 我确实造过这样的元宝 可是这顶银子 分明刻的是我弟弟 游十三的名字 我问你啊 你所致的银子分量多少 五十两 就五十两 就五十两 分毫不差 分毫不少 互不验证的时候 那要是 拿这个银子少了分毫 我是要弄脑袋的呀 那你弟弟所致的 五十两银钉呢 一样啊 也是分毫不敢查的呀 互不验银的时候 用的都是称金字的那细称 细称可曾带来啊 大人哪 这船票上 可没说让我带西城来啊 我带了 好 那就当堂称一称 这少了半钱呢 少半钱 不就少了半钱嘛 是啊 这不在误差范围内吗 这少了半钱可不行啊 那户部要是咽出来 我弟弟是要掉脑袋的呀 不会是你这称吧 不是称 这是本官出京城的时候 从户部领的 你游十一制作的五十两的银地 拿去称一称 看看到底是银子的问题 还是这称的问题 好 有十一这是我制的 我制的 你看 正好五十两 我弟弟要掉脑袋了呀 怕是掉脑袋的不是你弟弟 而是另有其人 嗯 赵林 站到堂下 刘大人 这是何故啊 脱去他的官服官帽 刘大人 你未免太武断了吧 你又给朕安静一会儿 闭嘴 哎呀 还不脱去官服官帽 是 是 暗犯赵林 还不跪下 凭什么我变成暗犯了 叫你跪下就跪下 我问你 拿到王旅程给你的银子之后 你做了何等手脚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做过什么手脚啊 你在游十一的一字上加克了两横 变成了游十三 从十招来 那就请大家看看 那两横是新加的吗 这的确是三 看不出来呀 至银这样都分辨不出 怎么你就那么确定啊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老令 去刻刀出来 请游十一在另一定银子上 加克两横 改为游十三 大人 可好了 现在再来撑一撑 刘大人 不多不少 缺半钱 这两横 刻去了半钱银子 刘大人 刘大人 你真是神奇妙算哪 我爹爹不用掉脑袋了 谢谢刘大人 谢谢皇上 赵烈 招事不招 我没什么好招的 来人 拖下去 重责二十大棍 是 起来 起来 走 问他招是不招 问你招是不招 不 不招 不招再给我打 皇上 喜怒 怒作伤肝 你别伤了龙体啊 皇上 不 皇上 不是我 我 招不招 招不招 皇上 不是我 还不招 给我狠狠地打 往死里打 皇上有止 打死他 哎 皇上说往死里打 可没说打死他 对这种刁恶之人 往死里打 跟打死他 有什么区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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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人 他死了 死了 我们听到圣旨说 打死他 就朝他脑袋上打 就打死了 啊 启禀皇上 赵麟确实被打死了 皇上啊 臣的确把您的话 理解为打死他了 臣的确是义愤填膺啊 柳大人 您我跟皇上 我对他是同仇敌开啊 好了好了 打死了就打死了 反正他也是死罪 皇上 可是现在不是他死的时候啊 他现在死了好些线索就断了 啊 他一死 这盗银子的线索就断了吗 盗银按道没断 只可惜 你看一下 朕并没有说真正把他给打死 你 你还是把朕的意思给领会错了 皇上 当时情急之下 臣的确是对皇上的旨意 理解的有些微差错 差之毫厉 失之千里啊 皇上 事已至此 臣有意恳请 臣恳请皇上和李承祥 战毙一时 臣要换个地方重审此案 主恩 李外卿 皇上 那这事就交由你全权办理了 走吧 就别在这捣乱了 是皇上 嗯 皇上 你跪到堂下 来呀 罢了他的官府押解回家 本巡抚要在他家里重新审案 是 起来 走 王大人 在 请你协助本官 是